有铁钢老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破除我们之前习惯性吃马齿馅的一些好的方法 因为铁钢老师是个美食家 他做的马齿馅一定是非常的地道又特别 来铁钢老师给我们做一道有关马齿馅的新鲜菜 来 上道具 铁钢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个非常特别的马齿馅 我们用春笋来拌马齿馅 都是季节性的东西 春笋跟马齿馅一定要焯烫一下 春笋有草酸一定要焯透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好 马齿馅也是一定要焯透 还是香水去焯它 马齿馅和切丝后的春笋用香水焯烫 加盐拌匀放置一分钟 将蒜末糖醋香油放入空瓶中摇匀 做成调味汁 倒入菜中搅拌均匀 即可了 可以吃了吗 我们装盘就可以了 稍微的少来吃 那边有月月一致了 来 拍一拍 好脆 上手上手 迫不及待了 本身春笋也是应季的食物 春天的时候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清除肠道的微热 尤其这个醋跟这个油在安虎的这个上下晃动的时候相互的去包容 这样让它这个相互的融合 这个汁的味道就会更香 我来问问刘正老师 马齿馅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 哪些人是不能吃 如果说您正好属于这个体内有湿热淤积 尤其是淤积在肠道 那么这个马齿馅就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的主要的药用的价值就是清热力湿止蟹的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吃的稍微不合适 容易出现这种急性肠炎的情况 那么马齿馅再加上蒜等等这些的食材 配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疗的佳品 但是呢要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你们肯定也尝到了 马齿馅有一个特点是不是 它的味道有点酸 它的性质尝在嘴里是什么样的 非常黏滑的是不是 所以马齿馅的大量的时候可能也会划长 所以说一次如果吃的特别多的话 有可能会反而导致腹泻 所以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刚才咱们也提到 马齿馅里面呢 含有丰富的去甲深上腺素和甲 那么这个甲离子呢 有一定的心肌毒性 对于这个肾脏功能不好和心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 这个就要注意了 您不适合吃 如果是一般人来说 这个甲离子没有问题 因为肾脏可以把它排掉 但如果肾脏有问题的人就不行 那么去甲深上腺素呢 它有一定的供缩的作用 可以收缩子宫 所以会引起什么 会引起流产 可以滑胎 所以说呢孕妇 那么不能吃这道菜 这一定要注意 马齿馅又叫长寿菜 可以预防和控制糖尿病 保护心血管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轻热力失止线 但不易摄入过多 同时 肾脏和心脏功能不好的人 以及孕妇 都不适合使用马齿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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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